林小鹿夜宿门到现在时间将近半年 但是话题热度似乎依然很高 每当夫妻二人又和东京必然会被刷上热搜 加奶量减了寸头 看似比以往更加精神 一切有从头开始之事 被网友力挺 而林小鹿自负面之后 不是在参加公益 就是一心陪伴甜心 其实婚姻里最要不得的 就是因为一个人对你好而和他在一起 因为如果有一天 那个对你好的人突然对你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你的安全感就会崩溃 婚姻的落差感 林小鹿在小号里也有所体现 说自己怀孕时半夜饿了 只能吃一块凉面包 同时小号里信息量还是蛮大的 一只加奶量的声明有人带笔 并希望那个一门心思赚钱 把艺人当摇钱书的老板 看清自己的格局 在他们的这段婚姻里 大家都看到的是镜头前的甜蜜幸福 却不知道林小鹿多次赶上婚前婚后的落差感 说他从怀孕到生子这段时间 丈夫陪伴的很少 而且怀孕还是婚前意外 以及在两人日常相处中 东北白羊做大男孩比较好强 不爱道歉 让他心里多少承受了内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